公務員服務法三條規定 不可以投資什麼東西 但是它有一誕書 就是說你直接監督了 你直接監督了,不可以 假如說你是農業的人 你不可以同事你直接監督農業 你投資別人可以 還有你的股份不可以超過百分之十 換句話說你的股份在百分之十以內就可以 公務員服務法有這個誕書 我要把這個誕書排除掉 因為法官的比較嚴謹嘛 所以為什麼要第五款第五款是這個意思 你現在如果這樣 叫公務員服務法 你去投資什麼投資都可以 做國動做什麼都可以 你不可以投資十%以上就可以 法官你可以投資商業投資 比一般的公務人員限制還寬 因為一般公務人員有他找經濟部的人 他不可以投資他 農委會不可以投資他直接監督了 那法官怎麼都可以啊 而且這個10% 所以公務員員有這個10%限制 而且他直接監督了 那我是說這些東西都在 這單數的排除掉 所以要把它加上去 因為照公務員服務法是比較寬鬆的啊 如果沒有我的第五款第六款的話 法官可以投資生意啊 可以做生意啊 不要超過十八就好了啊 請教練 秘書長 請呃林秘書長說明一下 呃客委員您好啊 那個關於您的版本啊 那個第五款跟第六款 這個跟公務人員服務法 那這個是有考試院主管的法條啦 我們原則上我們會尊重 看考試院的意見是如何 不過我看那個 最後一款也足以涵蓋五跟六 最後一款就是說 其他足以影響法官獨立審判 或他職業倫理 不相容的職務或業務 這個還很 大家有不同價值的取向 那個很難解釋 大家都會廢了啦 一定廢 你要把民進群組 投資商業行為投資商業 你投資商業那個寫清楚吧 你說會影響他對審判 他說不會啊 那就請考試院好了 請考試院好了 請考試院 武次長 各位好 報告委員 本來我們是覺得說 這個 委員的要增加這個 第十六條的這個五款六款 本來我們是 是認為說跟這個第二款這個公務員服務法這已經有規範 但是剛才委員特別這個說明說 公務員服務法沒有彈書 因為彈書要更嚴格的規定 那考試驗沒有意見 對啊,因為他有彈書可以排除 所以法官根本沒有限制啊 他只要50%就可以啊 所以應該要寫清楚啦 不過那個,因為第五款跟第六款 應該用第五款的比較好 你們那個第五款,第六款因為他跟第五款有點重複 那個因為盈利社團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股東或其他負責人 那跟後面那個其實有點重複 經營商業那有點重複 那盈利事業就是經營商業嘛 經營其他的包包包包含在裡面 對啊 可能也會有點問題 是不是說第五款你的第五款的部分給他納進去 那第六款的就刪除啦 第六款會不會全部把他一網打進來 不是,那就是因為你 這個人要我們 這個人要我們 到底人要怎麼學喔 我們可以學商來探討一下 那我主要精神是這個精神啦 就是說 你們只要公務員服務法的話 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啦 好看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買10%就可以啦 就是潛質用字稍微改一下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學商 吳吳池再來調整好不好 你 Pop 你 這樣